本周的讲道视频仍然是由李牧师在欧洲录制 下面让我们一起诵读本周的讲道经文 马可福音五章一到二十节 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 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负责的人 从银粉里出来迎着他 那人常住在银粉里 坟营里没有人能捆住他 就是用铁链也不能 因为人屡次用脚料和铁链捆锁他 铁链竟被他震断了 脚料也被他弄碎了 总没有人能制服他 他昼夜常在坟营里和山中喊叫 又用石头砍自己 他远远地看着耶稣就跑过去拜他 大声呼叫说 至高神的儿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 污鬼啊 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耶稣问他说 你名叫什么 回答说我名叫群 因为我们多了缘故 就再三地求耶稣 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 在那里山坡上 有一大群猪吃食 鬼就央求耶稣说 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 负着猪去 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 进入猪里去 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 投在海里淹死了 猪的树木约有二千 放猪了就逃跑了 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 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 他们来到耶稣那里 看见那被鬼附的人 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 坐着穿上衣服 心里明白过来 他们就害怕 看见这事的 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 和那群猪的事 都告诉了众人 众人就要求耶稣 离开他们的境界 耶稣上传的时候 那从前被鬼负责的人 恳求和耶稣同在 耶稣不许 却对他说 你回家去 到你的亲属那里 将主为你所做的事 何等大的事 是怎样良明你 都告诉他们 那人就走了 在迪加坡里 传扬耶稣为他做了 何等大的事 众人就都稀奇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弟兄姐妹 主日平安 我们感谢上帝 再次让我们有机会 透过WiFi 把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 跟北京的弟兄姐妹 连接在一起 我们这个礼拜天 我们继续会查考 马可福音第二十二集 也就是著名的 那个格拉森的鬼的 这样一个故事 透过这个故事 我们希望看到 上帝到底在这个主日 希望我们领受的是什么 那我记得大概 差不多十五到二十年前 当时我还在 哥德堡的 尤哈纳巴尔牧区 担任国际学生的牧师的时候 我每个礼拜天讲完道 或者说我平时 在办公室里面 做完工作 离开办公室的时候 我们下面有个斜坡 我经过那个斜坡 对面就是那个 著名的Tramus工学院 在那个斜坡上 我有时候就会看到 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猪 这个小猪当时只有这么大 也就是我们说烤乳猪那种 乳猪那么大的小的那个猪 然后呢 经过两三年 这个猪就后来就越长越大 越长越大 这个猪它是颠覆了我完全对于猪过去的认识 我们通常认为 猪是非常懒的 猪是非常脏的 猪是非常令人讨厌的 但是你知道这只小猪 它是跟着它的一个女学生 Tramus大学的那个女学生 好像是它的一个宠物猪一样的 它从那么小到那么一点一点长大 我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猪 我让我看到这个猪呢 又是非常的要干净 而且这个猪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 叫Sora 那我们很多的学生 很多同学走过那个地方的时候 都会跟那个猪打交号 它的那个主人叫什么名字 没有人记得 但是已经过十五二十年 我们还清楚记得 这只可爱的猪是叫Sora 当这只猪出现的时候 你很难想象 那个传统的猪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 那我们中国人传统 其实有的时候 对猪的评价也是很正面 我记得我参加过一个香港传道人的婚礼 这个传道人的师母 他结婚的时候 这个胸前就带了一个金猪 一个牌是个金猪 然后后面下面又有很多小猪在吃奶 是个金的东西 我想可能意思就是说 透过这么一个图片 也表示祝福多子多孙 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今天我们透过刚刚读的这段圣经 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 跟我们刚刚描述的 那可爱的猪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一个猪的形象 而这个猪就是在格拉森那里 所出现的一个猪群 而这段经文也就是借着我们上一期所讲到 耶稣平静加利利海的风格浪之后 他们成功了渡过了海 到了格拉森的这个境界 在那个地区 耶稣展开了一系列的神迹的 布道的那个信息 那在这个地方 格拉森那个地名实际上是在 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是有不同的 那个地方到底是在哪里呢 是现在迪亚波利 迪亚波利这个地方是整个那个地区 迪亚是十 波利斯是那个希腊文的城市 其实在那整个一带 有差不多十多个城市 有十个城市 格拉森是其中的一个城市 那么在马太福音当中呢 你会看到也有记载 这个地方在马太第八章 被称为叫加大腊 到底是格拉森还是加大腊 我们已经无从考察 但是有一点肯定 就是耶稣渡过海之后 就在地亚波利那个地区 开始神迹布道 而这次的神迹布道 也是非常的成功 那么在今天我们一同查考 马可福音第五章的一到二十节当中 我相信耶稣要透过这段信息 来启示一个非常重要伟大的主题 就是他是胜过那个邪恶势力的主 第一点 第一点 事件的起始 是在第一节到第五节 你在这里看到这样的继续 他们来到了海边 格拉森的地方 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负责的人 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 那人常住在坟营里 没有人能够捆住他 就是用铁链也不能 因为人屡次用铁链脚链和铁链捆锁他 铁链竟被他针断了 脚链也被他弄碎了 总没有人能制服他 他昼夜藏在缝营里 在和山中喊叫 又用石头砍自己 你在这里看到这个事件的起始 耶稣来到格拉森就碰到一个人 而这个人是被鬼负的 而且他是住在缝营里面 缝营就是那个坟墓一群都是坟墓 而且在古代的西伯来那个地方 如果你去过加利利那一带 你会看到很多坟坟场是在这个山洞里面 这个山洞被凿出来之后 那里面就是放了棺材 而那个地区集中了很多的这种棺材跟坟墓的时候 那个地区就叫缝营 而当时在犹太人的传统观念当中 那个缝营常常是有鬼怪出没的 而缝营是不洁净的地方 而且坟营是那些非常误会的人 这个坟墓因为年久失修 很多人没有人理了几百年的坟墓在那边 据说有很多老鼠在那里 又有很多的狗啊猫啊经过那里在那里杀尿 而且也有野兔子 所以政府说我们现在要去管了 因为那地方太乱了 所以可能叫猎人要去打掉 把那个兔子打掉 或者是把兔子的窝要给它清理掉 whatever 就是说你就看到就是坟营的那个地方是没有人到的 而且那个地方是很多时候是被解读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被鬼附的人的光景 你看到算是什么样的 你首先看到他说他常住在坟营里 也就是他终日与死亡与黑暗与误会为伍 他好像是活在鬼魔的权势下面 然后呢这里又说他是没有人能够捆住他的 也就是说他是不受任何的限制 不受任何的制约 他不受任何的限制制约之外 他更重要的是他 他是完全是在一种压力之下 他是被捆绑的 然后甚至说连铁链和脚链也不能 也就是说人的方法的极致 铁链 脚链是人能够想出来捆绑被魔鬼附的人最佳的方法 也就是最极限的方式 居然这种方式也不能够制服他 所以这里说没有人能够制服他 也就是说非普通的人非一般的人力所能够胜过的 并且他昼夜喊叫很可怜的 也就是说他疯狂到一个程度 他是以各种疯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 并且用石头砍自己 伤害他自己 我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我很小的时候 我大概读小学 我像刚刚读小学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常常去 我几乎每个礼拜天我要坐电车 现在年纪开始上了年纪之后 开始想我小时候的一些事情 想四十多年前的一些事情 那我就记得我到我的外婆家 去到二楼 我外婆住在二楼 我就上到这个二楼 我常常喜欢趴在这个窗前向下看 因为下面有一个菜市场 而这个菜市场有很多人来人往 我就记得 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那个菜市场 有一个好像是疯了的女人 而这个疯了的女人呢 你看她样子你就知道她很crazy的 她好像很疯狂的 有的时候她就会当着所有男人 所有的私人那边把衣服脱光 而且你就很冷的天啊 把衣服脱光 然后呢她还拿着这个刀拍拍自己啊 敲敲这个 这个就屠夫的那个砧板啊 我觉得非常可怕 然后呢我的外婆就常常跟我讲一句话 后来我在回想 那么多年之后再回想 那就是我第一次接受 接受这个基督教信息的那个来源了 那我的外婆常常说的就是 她说你不要看 她说这个人 这个人是被魔鬼附了 她是被鬼魔所负责了 这个人怎么疯了 她很少用疯了 她常常说的是什么 这个人是被鬼附了 所以我在这里面再回想到 圣经里面描述 你就看到这些被鬼魔附的人 他们好像是有相似的地方 他们很 那在这里说到这个人的表现是什么 他生活在阴暗的 污秽的角落当中 而且他身上有一种超自然的表现 有异能啊 是一般的人所不会的 因为他力量大到一个程度 可以把铁链 把脚料全部什么 枕脱 甚至什么 没有任何办法管束 很可怜的 而且他们用石头砍自己 就像那个人用刀 拿着那么大的刀 好像要砍自己 人身上常常是血淋淋的 你就知道这些人 他们都是被鬼魔所负了 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能够想到的 最好的控制 这些被鬼附了人的方法 非但没有用 反倒更加令他们伤害自己 这个问题是关键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关键 我的理解是 你人的方法不能控制他 是因为他的问题出在他心里面 他的心里面出了问题的时候 他是被鬼魔所控制 他的心被鬼魔所控制的时候 人的办法是没有解决可能性的 魔鬼可以控制一个人 魔鬼控制我们 我们不是通过我们的行为来的 他是透过我们的心来的 他先控制我们的心灵 当我们恨恶一个人 当我们看到一个人 心里面恨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甚至到一个程度想杀人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是被魔鬼控制了 他不是引导我们先去杀人 而是引导我们先先被他控制 所以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你不能恨人 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不能恨人 因为我们不能恨人就不会去杀人 在这里面我看到灵界的力量的厉害 你就看到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超自然的事情 它的发生常常是我们自己肉体 是没办法控制的 我记得差不多20年前 1999年大概 99年还是00年 我具体的日期不是很记得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刚刚在哥德堡做牧师 那我有一次我们教会一个姊妹 就希望我跟一个人传婚 这个是一个学者的太太 那她在当地已经住了很多年 语言也很好 家里很有钱 她上次做生意也做得非常成功 常常在世界各地等等 然后我记得这个姊妹就跟我说 她说这个人有一些灵怪的事情 常常在她生命中发生 很多时候好像是一种是超自然的事情发生 很多时候好像是她不能控制 就会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譬如说常常做噩梦 甚至每天做噩梦 噩梦起来的时候 常常是好像人是糊里糊 就是迷迷糊糊的那种 那她说希望你可以跟她传福音 跟她讲耶稣 可以带她信主 可能能够胜过那个鬼魔 那我记得我就那次就跟她打电话 跟她聊了很久 聊到后来的时候 她就告诉我 她说 李牧师 她说我从小就有一种很怪的经验 就是当我经过坟场的时候 我常常发现这个坟场里面的 这个就是坟墓里面的那个白骨啊 这个会冲出来抓我 她说已经不是一次两次 是每一次经过的时候 我都发现所以我现在都不敢经过这些坟墓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就直接说 我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你 就是耶稣可以救你 然后如果你现在认罪悔改 接受耶稣做你的救助 耶稣就能够帮助你能够胜过鬼魔的控制 我说因为你的心灵已经被鬼魔所控制 引导你 以至于你的这些超自然的精力 是跟魔鬼都有关系的 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 你知道突然对方我们是讲电话嘛 在电话里面突然她这个姊妹就说 这个女的就说对不起 她说牧师我受不了了 我实在受不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 我要挂电话了 你知道她讲到这段经历的时候啊 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电话线好像把我跟这个女的好像灵里面连在一起的一样 我就觉得有一股力量从我的把我的灵力从这个电话里面吸过去 透过这个电话线就就走掉一样的 我就讲到就耶稣抑制那个血漏病的女人 大家还记得那个事情啊 就耶稣当这个女人去摸这个耶稣的衣服的身体的时候 衣服的时候耶稣觉得有力量从她身身身里面身体里面经过出去 我告诉你这些事情我过去当时是没有经历过的 耶稣这段讲的那个马可福音第五章说讲到的血漏病的这些经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 但是在那次事件的时候 我就深深感觉到原来圣经的技术继续是那么的那么的真切 我想弟兄姐妹你们也认识我不是一年两年 我们都有十几年的认识的经历啊 你也知道我也不是神叨叨的人对不对 我也不是老是哎呀做怪梦啊 哎呀鬼啊神啊什么 我也从来不是这样对不对 我也是非常理性的一个人对不对 我也是很认真的study对不对 讲圣经对不对 但是你告诉你这些有一些事情 在圣经里面继续的事情 我自己是亲身经历到 我告诉你那绝对不是一般的感觉 那种力量那种灵里面的力量被吸走的那个感觉 我好像当时感觉整个的经历要枯干似的 我以至于我被迫挂掉电话 当我挂掉电话的时候 好像那个吸走我的力量就被断就被砍断似的 那我就在我的理解当中 这个女性这个姊妹后来她信了主了 当时当她要接受耶稣基督做她个人救主的时候 我正在电话里要跟她做那个决志祷告的时候 那个魔鬼的势力就彰显出来 那个魔鬼跟耶稣的之间的这个属灵的征战 就在我跟她的这两个人的生命当中透过这个电话线发生了 透过这个电话线我靠你完全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 甚至可以把它解释成是那个电话线就好像电流一样的 圣灵跟邪灵这种碰撞这种交锋就像电流一样的打起来了 就像这个天空上的闪电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很多时候你可能有一些属灵特别的灵异方面的经验 我不想说这是迷信 我也不想说你是在胡言乱语 我想告诉你的事有可能的 而且在圣经当中你也会继续到 有一些事情是真的发生的 你看到这个人的事情 你看到这个世人的方法 没有办法帮助这个人挣脱魔鬼的势力 是因为什么圣经讲得很清楚 这个世人都握在了那个恶者的手下 凭人的方法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胜过 今天我们不是每天其实都在面对属灵的征战吗 只是有的时候你不意识到 有的时候你的一个决定 其实背后是由一个属灵的征战 今天甚至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光景 看到这个global pandemic 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流行病 在我看到的是说 上帝跟魔鬼在这个事情当中也在征战 因为上帝要透过这个global pandemic 这个全球性的流行的这个新冠肺炎 这个疫情来警醒 来警告我们 让我们回转到上帝面前 但是魔鬼要利用这个事情来攻击上帝 来攻击上帝的国度 所以我们要迫切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第二点 第二点 世界的冲突 是第六节到第十三节 你会看到耶稣是鬼魔 与鬼魔是正面的冲突了 在第六节这样说 他远远的看见耶稣 就跑过去拜他 大声呼叫说 至高神的儿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指着神恳求你 不要叫我受苦 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 乌鬼啊 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耶稣问他说 你名叫什么 回答说 我名叫群 因为我们多的缘故 就再三的求耶稣 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 在那山坡上 有一大群猪吃食 鬼就 央求耶稣说 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 负着猪上去 耶稣准了他们 乌鬼就出去 进入猪群 猪里面 于是那猪群 狂下山崖 投在海里 淹死了 猪的数目 约有两千 这段耶稣直面 鬼魔的描述 非常有意思 他说 一开始就说到 那个鬼啊 见到耶稣的时候 就拜他 不是那个人拜他 是鬼拜他 因为 他的这里面 实在是鬼 附在那个人身上 那个人本身是没有意识的 没有办法阻导他的行为 那是一个鬼在他生命中指挥他 然后那个人好像是在拜耶稣 实际上圣经里面说是那个鬼 他见到耶稣 什么 他远远的看到耶稣 就过去拜他 这个拜 而且用的这个词 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敬拜 而是指的一个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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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贵的一个动作 或者一个普夫的一个动作 你可见就鬼是认识耶稣是谁的 鬼认出来后面也记述说 鬼认出来这个耶稣是至高者的神的儿子 他说至高者神的儿子 这个描述是非常精确的 因为你知道在格拉森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可能很多是外邦人 因为他们养猪嘛 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学者认为是犹太人在养猪 但是我认为这可能性不是最大 因为犹太人公开养猪 那是被犹太的community会赶出去的 那是被被被弃绝的 不太可能 更有可能的是格拉森那个地方 迪亚波利那个地区是什么 外邦人聚集的 跟犹太人杂居的 所以外邦人吃猪啊 所以外邦人在一起的时候会接受养很多猪啊 所以在那里的时候 他们这些外邦人 他们认为有很多很多的神明 但是这个耶稣不一样 耶稣是至高神 连外邦人他们都认识 所以作为那个外邦人的鬼 他也认出来什么 这个是至高者 用外邦人听得懂的话来称呼耶稣 说你是至高者神的儿子 至高者上帝的神的儿子 不单单外邦人认识耶稣 不单单犹太人认识耶稣 不单单基督徒认识耶稣 到底真的是谁 连魔鬼都认识 亚哥书第二章十九节很清楚说到 他说亚哥写道 你们信神只有一位 你们信的不错 鬼魔也信 却是战精 鬼魔虽然信有耶稣 但是他不信靠耶稣 他信的是恐惧战精 因为知道耶稣出现的时候 就要把他赶出来 所以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吧 第六节马上就 我与你有什么 他就我跟你耶稣不要相干了 他虽然拜耶稣 他说你不要来管我 你不要把我赶出去好不好 我求你 我不要跟你有关系好不好 在这里你就看到一个被鬼附的人 一个被鬼控制的人 他不肯来相信耶稣 他甚至说不要叫我受苦 也就是说这个主耶稣 他知道是什么 主耶稣可以对付他了 鬼后来就在这里说 鬼就央求说 央求说 在这里面你就看到 当耶稣跟鬼魔的势力碰到的时候 他们交锋的时候 那个鬼魔已经打败了 当他被打败之前 他会做什么事情 他就会央求耶稣 会做交易 会有妥协 OK好不好 你不要把我打死好不好 我跑到诸圣上去好不好 请求你了 耶稣好不好 我再继续讲到上一次 我刚刚讲到那个 在哥登堡这个教会 那个打电话的那个事情 我告诉你 我记得那个周末都很累 因为当好像是礼拜五 礼拜六休息了 礼拜天就讲到了 这个姊妹礼拜天 就出现在我们教会 他出现的时候 好像人完全正常 恢复正常 然后他告诉我 他愿意去接受耶稣基督 他愿意信靠耶稣基督 所以当鬼魔的势力 跟圣灵的势力 在灵界里碰到的时候 圣灵一定打扮魔鬼 所以当圣灵打扮魔鬼的时候 你就看到人就会醒过来 人就会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在这里面 你会看到另外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这里面 耶稣问 你这个鬼呀 你叫什么名字 这是不多见的 这是很少见的 耶稣很少 很少在圣经福音书当中 你看到大概只有这一个地方 说耶稣问这个鬼 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鬼说我叫群 其实他不真的叫群 群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表示他们很多嘛 所以群这个词 大概有三个层面的意思 在这里 第一个 它的字面意思 这个词是从不是希腊文来的 这个希腊文是从拉丁文 Legion 也就是后来英文直接用拉丁文 就是军团 罗马军团 这个鬼说我是一个军团 这个罗马军团通常有四千到六千人 大概有六千人 这么大的一个数目 也就说这个鬼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 我不敢说一定有六千个鬼 那这个数目没有人到底知道 但是非常有可能在这里告诉你 作者这个马可 他要告诉你的事 这个鬼群是一个大的群体 耶稣面临的是一个很大群体 在跟魔鬼争战 在跟魔鬼打仗 耶稣所面对的是一大群 所以这是字面的意思 所隐含的就是魔鬼的势力极大 魔鬼的数目极大 魔鬼在当时这个人身上有那么多 可能吗 一个人身上有几千个魔鬼 非常可能呢 你如果看别的经文的话 马可福音第六章第十六章第九节 所描写那个马达拉的玛利亚 耶稣曾经从他身上什么 圣经说赶出七个鬼 耶稣曾经赶出七个鬼 当然不是所有的时候 都一定是这个魔鬼用的是复数 但是在这里面你会看到 好大的一个势力 但是你再仔细心思想 为什么这个作者要用这个希腊文 从拉丁文来的这个群 这个词Legend 要用军团这个词 我刚刚不说嘛 在迪亚波里 迪亚波里就迪亚就十 Police City 就有十个城市所组成的一个联盟 迪亚波里是个联盟的 城邦的联盟 在这十个城市当中 是驻扎了一个罗马军团 就第十军团 第十军团的罗马人就六千个 甚至甚至五千六百到六千个罗马军队 大概驻扎的那一带 如果在这里面 耶稣赶出这个鬼到猪的身上 把猪群 又用这个罗马军队的Legend 军团的名字连在一起 他实际上在背后有一个思想 就是这些罗马军团啊 军团啊是非常肮脏的 肮脏像猪一样 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 猪是很不洁净的 猪是又懒又臭又不洁净 是不可以吃的 他们这些犹太人就看 罗马的军团 罗马的这个势力 这个殖民的统治 在犹太殖民统治 就像猪一样又脏 他们又懒 又要剥削这个犹太人 又要欺压他们 他们的殖民统治 就像魔鬼一样 就像猪一样连在一起 那这种思想的表达 可能很多时候 我被我们忽略掉了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把这个群 只是简单的解释为 是一个数目极大的 一个魔鬼的势力 但是你不要忘记 马可福音的写作 如果真如一些学者所推测的 他是在公元66年到69年 这段时间完成了 罗马完成了马可福音的话 你不要忘记公元70年 在整个犹太全地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罗马人跟犹太人的冲突 犹太人普遍的暴乱 而当耶稣出现的时候 他就是被认为是一个弥赛亚 而这个弥赛亚就是 他们认为犹太人认为 就是他们所期盼的那个 要带领犹太人打败罗马军团 打败罗马殖民统治 在政治上 军事上 民生上 社会上的这么一个弥赛亚 所以你把这一切 把所有的这些都连在一起之后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 当马可描述 耶稣跟这个魔鬼之间的对话 耶稣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魔鬼说 我叫群 也就是说 他们把罗马的殖民势力 看成是魔鬼 而且 而且这个势力是很庞大的 他们是欺压在 负债 负债犹太民族身上的鬼 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把这个 魔鬼 从这个人身上赶出去 就相当于他们期待 有一种期待 在里面 就是耶稣 要带领他们 把罗马的势力赶出去 有这个事项在这个后面 所以在这个程度上 他们一定程度上 把耶稣解读成为一个政治性的领袖 一个军事性的领袖 这个弥赛亚是个君王式的 这个君王式是地上的君王 不是天国的 不单单天国的 更重要的是 他们希望这样的一个耶稣 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帮助他们 打败罗马人 而这个信息 是我们一直以来所忽略的 所以你看看这个字面的意思 群这个字面的意思 跟这个隐含的意思 字面的意思 军团 隐含的意思是 魔鬼的数量极大 但是它还有一个促进的意思 就是它把它跟罗马的势力连在一起 而当耶稣成功把他们赶出去 赶到这个猪的身上 并且这个猪冲下去 冲到这个水里面去的时候 你知道我前两天 刚刚跟Samuel让他把这个所罗门之约 这本这个旧约的伪经 把它发给我 我特别因为我知道 曾经我读过这段 就是犹太人传统当中 常常把鬼魔跟水连在一起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为 有些时候 邪灵是怕水的 当然也有些其他的文献说 那个魔鬼就在水中了 我记得 我记得这个 我前段时间在Gustaf 4的乡下 我去 我每天游泳了 当时已经很冷了 大概十几度的温度 但我游得很爽 但是我常常在水里面游泳的时候 我就会怕 因为我读过这些文献的时候 我太太也担心我 她说不要让 有这个水中的动物来 来攻击你就好 你要小心 特别小心了 你知道在那个一个旷野当中 在森林里面 湖里面游泳 安静的不得了 就你一个人 然后天游的时候还下雨 还阴沉沉的时候 你会怕 你会突然 你在游的时候 游的虽然游得很长 但你突然很怕 后面有个东西来攻击你 对不对 但是我后来想 你是上帝的儿子 在你里面比这个世界更大 你里面是有圣灵的 你怕什么 你为什么会怕魔鬼 你不用怕 你想到这个的时候 你就很稳 你就游泳 当然我的长老也很担心 你小心 不要游泳 不要出事 当然了 感谢上帝 现在还感谢上帝 还活着 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 你看到 朱的确被犹太人看成是不洁净的 朱的确看成是 是一种 常常被邪灵所困扰的 一个一个动物 对不对 那为什么犹太人 看猪是不洁净 因为圣经规定 你看如果 看六位纪第十一章 第三第四节 凡提分两半 盗绝的走兽 你们都可以吃 但那盗绝的 或提中 提分提之中 不可吃的乃是骆驼 因为盗绝不分提 就与你们不洁净 然后到第七节到第八节又说 猪因为提分两半 却不倒绝 就与你们不洁净 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 死的你们不可摸 都与你们不洁净 很清楚讲到 就是说 它是提分两半 两个岔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又不倒绝 这就是什么 不洁净的 像牛是提分两岔 但是牛是倒绝的 就是说反去的 胃里面的食物会上来的 这种可以吃 所以羊和牛是犹太人 主要的食物 但猪不可以 所以这种食物 他们看猪是不解禁的 但猪有一个的确有一个问题了 除了我们那个Sora 不之外 那个 有哈那班的Sora 我不知道他现在的命令怎么样 他能不能活20年 我不知道 anyway我还想念这个小猪 除它之外 其他猪 我觉得他们吃东西的确很炸 所以他们吃的东西很乱 所以猪身上有的时候会长肿牛 所以人你看羊不会长肿牛 羊跟牛很少长肿牛的 所以犹太人只吃羊跟牛 你就看到其实在这些猪的身上 它是很容易被魔鬼攻击的 就让我想到这次的pandemic 这次的这个新冠的疫情 你知道这个新冠疫情 对我们攻击就像魔鬼一样 但是你知道魔鬼攻击人 攻击猪 他就是说他不可以凭空做事的 他必须有个宿主 有个宿主他必须记在这个宿主身上 他才会发生功效 也就是他必须在人病毒 必须接近到人 他如果到了自然界 他在一定温度上很快就会死掉 所以病毒他必须到人的身上 所以如果你不讲卫生 如果你不洗手 你不把自己弄干净 不常常洗澡 我告诉你 你很容易得这个新冠病 这为什么我们说到什么 就是人比较老年人 有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得新冠 因为什么弱 因为年纪大了身体很弱 所以容易被这个新冠病毒攻击 对不对 好为什么呢 就像你一样的 如果你灵性比较弱 你比较不常常接近主 不洗澡 不把自己弄干净 不清净神 不祷告 不求求问神 不去寻求神的话语 对你的光照 我告诉你 你信了主 你还是容易被魔鬼搅扰 你常常会容易被魔鬼攻击到 然后呢 你会看到 我们就看到 重招 所以 年纪大的人得新冠病 新冠肺炎的 这个 几率比普通的年轻人高出5000倍 因为什么 年纪大抵抗力弱 所以抵抗力越是弱的时候 我越是要通过很多方法 然后让我更加干净 我要洗澡 洗手 把洗刷牙 凡事要有酒精消毒 我感谢上帝 我母亲他们从小给我养成了很好的奇冠 所以每天最少要洗两次澡 对不对 把自己弄干净 所以在这里面 你会看到 如果这样你的抵抗力 你属灵的抵抗力就上来 而你属灵的抵抗力上来的时候 你就比较容易抵御魔鬼攻击 有些弟兄姐妹常常说 我睡觉会被魔鬼攻击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要反省一下 是否我们有什么问题 有些时候是因为你真的服侍主 你越服侍主的时候 越容易受攻击 那是真的 但是有的时候你会想 你在先天里面 是否在哪些地方 是有一些神不喜悦的东西 是容易被魔鬼攻击到的 也求主帮助你 带领你 让你看到 你需要在哪些地方 你没有悔改的 你需要在主面前悔改 因为你当你的心里面有个空洞的时候 有个漏洞的时候 魔鬼就容易攻击你 而这个属灵的空洞跟漏洞 常常成为魔鬼 攻击你的一个宿主 求主帮助我们 好 第三部分 这个事件的后果 我们看第14到17节 放租的就逃跑了 去告诉城里乡下的人 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 他们来到耶稣那里 看见那被鬼附的人 就是从前被群鬼所负责的 坐着穿上衣服 心里明白过来 他们就害怕 看见这事的 便将鬼附之人所遭遇的 所遇见的和那群租的事 都告诉了众人 众人就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 这段经文就是 其实在把那个鬼附的人 那个人 跟那个没有被鬼附的那个 那个众人 做了一个明显的对比 那个被鬼附的人 他得到了释放 他恢复了正常 那个鬼在他身上 就失去了私利 因为什么 他说坐着 穿上衣服 心里明白过来 就这个人完全正常了 他本来是整天的喊叫 到处是铁链 捆着他都挣脱 但是他现在是正常的坐在那里 并且穿上了衣服 而且是心里明白过来 什么叫心里明白过来 他的心里 已经不在魔鬼全世的控制之下 但是众人呢 但是众人却受了魔鬼的诱惑 要耶稣离开他们 看到那些看起来正常的人 看起来好像不是被鬼附的人 实际上在他们的身上 魔鬼得了势力 因为什么 圣经说 众人就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 当我读到这段圣经 我是想了很多次 我就说 为什么众人会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 为什么 不正常啊 耶稣来到他们中间 把他们中间的魔鬼赶出去 把这个捷径 把污秽的都捷径了 他们居然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 是为什么 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了 第一个 就过去 也就传统 常常很多传道人都会这样解 他说 这是因为人性的贪婪 因为他们看物质的利益 看猪的价值 是远远多过人的生命 所以他们就耶稣你走吧 我们养猪 现在猪都跳到水里面都死掉了 我们的损失很大 两千头猪啊 是多少人的那个养生之道啊 你今天把我们的猪 赶到水里面去了之后 我们的经济损失怎么办呢 所以他们认为 耶稣之所以被要求离开那个境界 是因为经济利益 我记得何长老曾经跟我讲过一个故事 蛮有意思的 他说这个 这个这个 他改革开放 他也就是79年还是80年 第一次他从美国还是香港 跑到他的老家广东去的时候 他听到第一篇讲道 他说那个牧师就讲格拉森的鬼 就像这个摸鬼就跑到猪的身上 然后猪跳到咸崖下面 到海里面都死掉了 他说那个牧师说 那个因为耶稣的时候 破坏了经济改革开放 所以被赶走了 那是很搞笑的一个事情 Anyway 就是说 但是这里面的一个问题 我希望 我不敢说 这种解释一定错 我不敢这么说 我不敢说 当时的确有这个问题 因为的确租价值很高 然后呢 他们租死了之后 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 是这个原因 但是你从经文直接来看 并不是作者未必一定是这个意思 作者未必是 的确从上下文来看 他未必直接要表达的是一个经济上的问题 所带来这些人要钱不要耶稣 这些人只是要物质的利益 不要生命的金钱 对不对 不是的 所以呢 第二种解释 他是说 因为人不在乎永恒的归宿 而只在乎今天肉体的需要 他们看肉体的需要 羊猪嘛 肉体需要 比永恒的归宿 因为灵魂得久嘛 灵魂从魔鬼的诠释下被拯救出来 使人的灵魂得到拯救嘛 但是人看物质的需要 精神的需要 肉体暂时的满足 比灵魂的永恒的需要更重 他们可能会从这个角度去解释 那可能在原来的角度上面更近了一步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 我觉得还是没有到最最关键的地方 第三种 我个人的一个领受 也是这段经文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 人看耶稣的存在 众人 所以你不要看众人 不要看群众 人多 我们多少万人的聚会 我们多少 哎呀 中国有多少基督徒 你不要看众人 不要看众人 因为人看耶稣的存在 当他们看耶稣的存在 成为他们生活的主男的时候 我告诉你 人选择要摸鬼 不要耶稣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在这里面你说 这里面鬼附到猪的身上 猪又死掉 好像是表面所带来的是一个物质利益的问题 我告诉你 实际上是在显示的 当地这些人的观念当中 在他们的价值观当中 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上面 他们已经习惯了 非常习惯了 在魔鬼的控制下 所以这个人在佛音里面 让他叫好了 没关系 他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他那个铁链绑住 他没关系 他挣脱好了 让他去 但是我告诉你 告诉你 在鬼魔控制的这个人 在鬼魔控制的这个人之外的 在整个的这个地区 这个世界 这个环境 这个社会当中 鬼与人同在 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鬼已经很习惯的跟人在一起 人也很习惯的 有鬼在他们生命当中 而这才是可怕的地方 而这才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地方 所以当我读到 那个鬼要求耶稣 你赶快走啊 你不要来的时候 你知道我想到谁 我就想到 The brother of Kalamazov 就是那个托斯托耶夫斯基 写的那个最著名的 影响世界的那本 Kalamazov的弟兄那本书里面 当耶稣 来到真的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第二次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来到时候 那个宗教裁判所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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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头头 那个那个那个大祭司 他跟耶稣说 他央求耶稣说 是我认出你是谁了 你是耶稣 他说我求你不要来呀 你来干什么 因为今天我们教会没有耶稣 我们玩的很好啊 我们玩的很赚啊 我们很很很很舒服啊 你耶稣你来干嘛 你来了之后 我们这帮人都要重新要悔改啊 我们现在建立了所有的这些系统 你看我们现在罗马天主校 我们也允许可以同性恋啊 我们也让他们那个 刚刚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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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我们那个 那个pop francis 耶稣会的人要很小心 我告诉你 情愿跟随那个本丢派 不要跟随耶稣派 那个那个那个耶稣会的人 在在罗马天主教里面 历来耶稣会的人比较比较那个的啊 我宁愿我们的系统玩得很好 我们经济上也没问题啊 我们梵蒂冈银行也很挣钱啊 我们教会的奉献也很够啊 我们平时弟兄姐妹啊 我们没有耶稣的时候我们很安全啊 我们每个礼拜天有正常的敬拜啊 这个宗教生活啊 但是你来了之后 亲爱的耶稣啊 我们这帮人 你这个做牧师讲到的 首先要悔改啊 你不悔改 这个上帝的审判就要来了 你赶快回改吧 我不愿意啊 因为你对我的生活改变太大了 你对我的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你让我们的经济出问题了 所以当那个耶稣他来的时候 被我们认出来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那么欢迎他 你不要以为你很期待耶稣来 当耶稣改变你的生活 改变你的生命 把你原来被魔鬼所污染的这个社会环境 这个自然 这个生命 都要改变过来 需要完全的偷底翻的时候 你愿意吗 你真的愿意吗 我有个朋友他做医生 他在那种诊所 他学校最好第一名 然后又很认真的去做医生 所以每个病人喜欢他 但是他发现很多医生不喜欢他 他的领导也不喜欢他 为什么不喜欢他 因为他在那里的出现 使每一个人觉得他们自己实际上是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们都希望他离开 都希望排挤他 最好他不要再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的状况其实就是这样 当我们 以为我们在跟随耶稣的时候 只有当我们的根本的利益 跟耶稣的利益冲撞的时候 你才能看到自己的本相是怎么样 我本来也不想讲 但是还有几天了 就马上就投票了 感谢上帝 我还是说我不是美国人 不需要去投票 有什么好投的吗 我前两天刚刚看一个interview 是对美国的一批年轻人 他有什么好选 两个人没有一个是真的ideal的 没有一个真的是真的可以做总统 怎么我们必须在这两个人当中选呢 真小人伪君子 I don't care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我 我想我想讲一个是 Filipe Yangtze 美国可能我认为是当代最重要的一个基督教作家 他在2016年选举的时候 选完的时候 他写了一段话 他说当我看到这么多保守派 或者福音派的基督徒 居然支持一个领霸者 一个靠经营赌场挣钱的人 一个结构多次婚 绯闻不断的人 还把他视为英雄 我感到极度惊讶 Filipe Yangtze 还说到政治跟教会结合在一起的危害 他说我认为 美国的教会 他说 不是我说的是他说 美国的教会越来越多的和政治牵在一起 他说欧洲人很清楚这会造成什么后果 政府是一个有缺陷的 而且有是很腐败的系统 政教合一的时候 教会就会被影响到 于是最终被人弃绝 欧洲一些国家的教会 因此而对他倒退了好几十年 我认为他讲的还是太轻了 不是几十年了 这是因为他说 他们的教会被政治污染了 因为当世人看见教会的人物 把他们的灵魂出昧给全力的时候 我告诉你就会发生了 Trump 是一个从来不掩饰对弱势群体 蔑视歧视的这么一个人 我认为他唯一的好处就是 他比较敢说真话 而且他说的话他也去做了 这是他 我认为他是做的好的地方 但是在今日基督教有一篇文章 他提醒美国的基督徒 提醒美国的教会 也提醒在美国的华人基督徒 跟华人教会 他说记住你们的身份 跟你们服务的对象 考虑一下你们对Trump的支持 将如何影响你对上帝跟救主的见证 考虑一下你们当你为了政治的权宜之计 继续粉饰他违背道德的言语跟行为的时候 未信基督的世界将会如何评价我 评价你评价我们基督徒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当中 还有谁会把我们 关于对于公正公义的言论当一回事 你知道这是一个交易 美国的福音派基督徒所做的 跟支持 跟Trump的这是一个交易 他们其实很简单 我只要你在政策上支持我 你只要在反堕胎 反同性恋等等这些议题上 你支持我 我就支持你当选 我支持你当选 就是为了让你在这些地方支持我 但是你知道 这个其实想法很简单 就是我们支持你去赢得政权 你在这些事情上跟我们做一个交易 你帮我们 至于你信不信这个上帝 你真的去不去教会 你真的是否在价值观上 在你的行为上 是不是根据圣经的教导 We don't care We don't care 我只要你支持我们做这些事情就可以 那个也是 只要你支持我当选 我就让你们做这些事情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权力跟政治结合在一起的结果 一定会很可配 因为在基督教最根本的价值观当中 这个砸口已经打开 这个缺陷已经打开 这个洪水就慢慢慢慢进来 总有一天甚至会很快 你会看到这个大象会倒下来 好 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进入结论部分 在结论当中 十八到二十节这一说 耶稣上传的时候 那个从前被鬼负责的人 恳求和耶稣同在 耶稣不喜 却对他说 你回家去 到你的亲属那里 将主为你所做的 是何等大的事 是怎样怜悯你 都告诉他们 那人就走了 在底加坡里传扬耶稣为他做的 何等大的事 众人都吸气 这个结论其实很简单 就是邀耶稣交代了使命 就对他说 你去到那个城市 你去到你的家人当中 你去到你的亲属当中 将上帝是何等的怜悯 何等的恩典 何等的祝福 你告诉你的众人 让周围的人都知道 而那个人呢 他生命已经改变 他去实践耶稣的使命 所以那人就走了 到了地加坡里传扬耶稣 为他做的事是何等的大 然后呢众人都稀奇 为什么稀奇啊 他们稀奇的是 这个曾经被鬼附的人 居然变成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这个曾经被鬼附的人 他居然开始传扬这样美好的信息 这个曾经被鬼附的人 居然他曾经是顺服魔鬼的势力 居然他今天顺服耶稣的命令 他本人想跟随耶稣去的 他想做耶稣的门徒跟着去传道 但是耶稣说 你不要跟着我再上传 耶稣说 你去到你的本家本乡 本土去传扬那美好的事情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里面 你看到耶稣在提醒你 也提醒我 无论我们从前是怎么样 无论我们成前的生命 曾经的生命是怎么样 当你被耶稣遇到的时候 当你被耶稣改变的时候 你能不能就已经可以成为他的见证